請發言 休息各位同仁、市部長、各位長官 請部長 部長你好,我想大家都非常關心 最近大家都 不管是從東京營展 大家都很在意這個尊嚴問題 其實我就簡單說 這是非常淺顯的道理 如果你找部內的長官 譬如說你找這個商業師 來跟你講事情 還是他有事情要來跟你報告 是你去那邊聽他的 還是他來你辦公室 如果無院長找您 要來洽商一些法案 洽商一些事情 是你到院長辦公室還是院長到你辦公室 這是非常淺顯 當然這是從屬關係 但政府跟民眾 不是從屬關係 但是作為主管官署 在業務上的準博 你去到人家那邊 感覺 這個官署有兩種解讀 所以你為什麼 剛剛也提過了 就是說你為什麼主管官署 會去到被屬份人那邊 他指定的地點 或是他的企業去 你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 一個不正的關係 第二個 可能是不是你們已經屈從財團 這種的觀感都非常不好 所以不管是從屬關係也好 或是說這個業務督導關係 或是準博的這個官署 我覺得其實下次希望你們能夠 我相信政府 政府機關應該有類似的這個 政府應該有類似的這個 一些作業要點 或者說一些虛知 如果沒有的話 你們要訂定 如果有的話 對於民眾洽工或陳情的部分 你們應該要 應該會 如果有的話應該要遵守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分兩點報告一下 請說 第一個的確 有些連政公署的相關的 連政的規範 這個是有的 這講連政這一塊 連政規範有啦 連政公署 這裡面大概有一些 耶穌往來的一些條件 做法這樣 這是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謝謝委員 剛才很多委員的指教 有關這個事情 將來類似的這種事情的話 我們會要求 以再官署 來進行委員者 跟我們做的說明一下 謝謝 OK 好 那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台言今天沒有來 董事 何董事有來嗎 今天有一個 那個公股代表 那公股代表何董事 來 台言 對啊 哲期我們要專案報告啦 但是我 我只是 只是問問一下這個 這個 你們自己 台言的一個 一個 新聞稿也好 或是 或是說這個 內部的新聞也好 上面都已經很清楚的 提到了 這個 中國大陸的研喔 是專賣制度 那專賣制度的話 你們說要去進軍中國大陸的這個 演業市場 你們已經跟中國大陸的官方 取得什麼樣的協議了嗎 沒有 沒有取得協議 只是要洽談合作而已 洽談合作 你有經過經濟部的許可 或是經過 因為公股還是佔最大股啊 雖然沒有過半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延賣到大陸去 沒有啦 你們要去跟人家談 有沒有經過政府的許可啊 這個 沒關係 他知不知道 這個 原品的外 這個外銷 好像是 沒有不需要 沒有經過經濟部 公司可以直接外銷 你可以直接外銷 不是啊 你要跟中國大陸官方洽談許可 洽談合作 或洽談共同的 這個 這個難道不應該要政府的一個 尤其 中國大陸的地方是比較敏感的 對不對 今天我們 像 我跟你講 像台九 台九要去賣到中國大陸 或是他 是不是要中國大陸設廠 或是他要怎麼做 都要經過政府的許可 現在財政部行政院都還沒許可 他去中國大陸設廠 賣啤酒 所以 案子也卡在那邊 現在沒有 就是說 我們只是賣鹽的產品過去 並不是沒有去設廠 就是 把鹽的產品 賣給大陸 目前沒有限制 我已經跟你講過 酒跟鹽 在中國大陸還是專賣制度 所以 無可避免的 要透過他們的官方的許可 才能賣得進去 你要透過官方的許可 跟他們官方聯繫 你就要經過我們這邊的官方的許可 如果他們不是專賣制度的話 你們當然沒有差 你不需要透過官方的許可 是 要透過他們的許可 對不對 這跟你們講一個清楚 對 所以他今天簽約是要簽什麼 對 我就不知道 問一下 那不是說董事長去簽約嗎 你們董事長是賣什麼 賣面膜還是賣什麼東西 如果賣鹽的話是專賣 那你要經過專賣 就要經過他們官方的許可 如果去賣面膜 他們不是專賣 他們就不需要經過他們官方的許可 對 透過他們的鹽物 你們是要今天去簽約賣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鹽賣 叫賣到大陸 是要透過他們的鹽業公司 或鹽物局 對啦 對 就是他們官方色彩的公司 你們今天是簽什麼約嗎 今天去洽談合作 合作的那個細節 他不是說去簽約嗎 就是他們簽 有簽那個意象書 意象書 是哪一項產品 是鹽類的產品的意象書 你看 你看 鹽類的產品 你看 部長 部長 我告訴你 好 部長先 這個 這個事情的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台延公股還是占最大股 對於公股 台延的走向 決策 人事 國家 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 甚至有 說了白一點有主導 所以對於台延 也要去跟他國政府 跟或政府 具有官方色彩的公司簽名 譬如 中油 要去跟這個外國的國營石油公司 要去合作探勘 難道不需要經過經濟部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以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您可能要盯得緊一點 當然 產品能夠銷出去 是好的 能夠創造利潤是對的 但是有一些部分 我剛剛講過 台灣 台酒 它本身要去那邊 那邊 要設在地 設啤酒場 為什麼 因為啤酒重啊 比如說在地設 比較方便 你還不用經過海運 可是 這個簽到配方的問題 而且他們的酒 是專賣制度的問題 所以就要經過行政院的核准 現在行政院還沒有核准 所以台酒還卡在那邊 那相對的 台鹽如果要賣鹽 透過他們的專賣制度 他們國營的鹽業公司 要賣出去 我建議啊 你進一步就要盯得緊一點 好 謝謝 我想可能 這個案子 我剛剛問了一下 我們國營會的副主委 基爾陳如委員講的 鹽本身啊 在大陸是有管制的 但是呢 鹽的產品 可能就很多種 對啊我知道啊 你什麼海洋生成水啦 對 我們要跟你做廣告啦 賣面膜的有的沒啦 所以應該是指這一類的東西 我告訴你啦 你這些東西去 我就沒有意見了 了解 好不好 我們會來查清楚 到底是哪一種 哪一種產品 接下來齁 我想請台糖 台糖的葡萄董事長在座 好 請台糖董事長 謝謝 是 葡萄董事長 是 你們台糖 轉投資了還不少嗎 是 有20家 台灣神龍啊 台灣神龍 目前為止 聽說有一些盈餘還是怎麼樣 你可以告訴我們神龍的這個情形嗎 目前 目前是有盈餘 有盈餘 是 初期是沒有啦 目前為止 我覺得其實 以這個角度來看 是 你們現在20家 這20家的轉投資 大概盈虧情形有多少 這個 整體來說啊 大概這個 部長請回座 大概 對 有三分之二是 這個賺錢的 哪些家沒有賺錢 你可以列個書面的給我嗎 好 可以 是 那 就是哪些家 是虧損的 當年度虧損 累積虧損 以及未來展望 是 以及你們怎麼處分督導 好 好不好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有必要知道 好 那 另外一個問題 你們本身 對於國際的糖價高漲 國內的糖價已經漲了多少了 告訴我 這個 今天應該是 這個 這個大包裝是三十塊五毛 三十塊五毛 一公斤 那漲了多少了 從 這個要 要看這個基準點 如果說從 從去年 這個過年到現在 應該是漲了大概百分之三十 三十 漲了百分之三十了 是 那從去年來講更多了 對不對 但是去年有一段時間很高 甚至於高到跟這個現在的狀況都一樣 嗯 這個糖價的漲啊 是最近兩三年 這個 如果說是有國際大宗原物料物資的業者 在做一個炒作的話 你們台糖炒得過人家嗎 當然炒不過 我們只是占這個 這個全世界的量 不是啦 我說國內市場沒有人叫你到國際市場去炒 比如說 國 國際 國內 國內的糖價去年有高點有低點 你們有低點的時候 盡多一點來 準備國內的使用跟你們自己的使用嗎 因為糖這個東西 實際上它儲存的時間也相當有限 所以我們除了做一些避險的必要調節之外 基本上 經過避險的必要調節之外 你們是贏還是虧 你們還是 事實上都轉向 還是虧 對嘛 轉向給其他業者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 以這個角度來看 你們能 如果 你們本身生產的糖 你們是為了照顧農民對不對 對 所以用比較高的價格 在國際進口糖價還是比較低的情況 你們能夠進口一些來做平準嘛 是 那你們就 過於這個角色沒扮演好才一直虧啊 更不要提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超商事業部啦 是 我不管是什麼時候留下來的 的那個 是 你們的轉投資 你們還有生計 你們自己的 你們自己的生計 生計部門 這個事業群 你們是不是贏還虧啊 贏 賺 賺錢 賺多少 去年今年都賺錢 賺多少 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經賺一億多 去年呢 去年吧 一億兩千 所以說我覺得其實 應該有更多的 立即是要期待的 不是你們把那個 研發員辛苦研發到成果 自己賣的賣得不好就切割出去 然後讓人家 讓那個商家加了好幾倍價錢 對 這樣子你們賺一點就很高興了 不是這樣 如果 累計你們投入的這個成本 我覺得 值不值得還是要 需要再考量一下 是 最後一個問題啊 是 您本身的心態問題 這個 這是民眾檢舉啦 民眾講的啦 這其實不是很大 不需要在委員會討論 但是我只是講說 你們自己內部的通訊 自己內部的通訊 買了個這個高鐵票 你們這內部通訊的這個 當然是你們內部的刊物啦 內部的刊物就代表你們嘛 是 你們這個 這個台塘通訊裡面啊 寫說啊什麼 呃 呃什麼 呃 就是說他們買高鐵票啦 你們是企業合作的這個 這個對象啊 所以說能夠排前面 不用跟著民眾排 他會講說 呃 那些排隊半天的乘客 想必為之氣節 我們 我們自己那麼洋洋得意 齁 覺得說我們就買到 我們是企業合作的 我們可以買到 這個都都可以 都可以買到便宜 又又又又 我覺得其實這種心態啊 不需要 不需要再講這些東西 因為坦白講 這樣對民眾的觀感 很不好 是 員工的權益要照顧 是 員工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利益要考量 我們都同意 但是不需要 還在那邊 不要得到便宜又賣乖啦 就是這個樣子 董董的這個委員的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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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好 好